281剧情主角的局限性 两个主持把两个表格主线发展分析了一大通 仅扣此次节目的主题 以海澜心为例子科普玩家主线剧情的特点 弹幕上也掀起讨论 其他星球的玩家从节目中了解到韩潇这个人物 韩潇眉头一挑 他的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海时报 好歹自己刷了这么久的存在感 被人报道也是惯例了 新海时报推导出另一种主线可能性 其实不难理解 自己展现真实身份时也顺便曝光了事迹 只要有玩家脑洞大开 尝试去掉这些事迹 不难从逻辑上推导出原本的剧情 而玩家技术庞大 难保有人想到这种思路 以玩家的视角来看 韩潇在六国与萌芽主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今的剧情已经既定 另一种可能性也仅仅是推测 只能用来凸显它在剧情里的作用 让更多玩家对它这个人物产生兴趣 我在海澜心很出名 但在其他星球的玩家眼中名气有限 我推动了剧情 使主线提前爆发 被星海时报选为主题 等于间接宣传一波知名度 韩潇陈寅 女主持 综上所述 黑幽灵在六国与萌芽主线事件起到了推动剧情的作用 根据该例子和玩家的资料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每一个主线事件都会有类似韩潇的核心人物 可以被称为剧情主角 星球主角 甚至说 目前各星球的主线事件 就是从星球主角的身上衍生出来的 韩潇挠了挠头 实际上 六国与萌芽 原来的剧情主角是首领 嗨嗨 不重要 男主持 理论上每一个NPC都能延伸出事件 而强大的 精力丰富的 背景深厚的NPC 自然能延伸出更加多元化的事件剧情 男主持画风一转 所以 剧情人物的局限性 就是格局与地图限制 拿黑幽灵举例 他是一条星球主线剧情的主角 但是在未来 他还会有其他主线剧情戏份吗 显然几率不大 他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新手星球 等到开放了星际地图后 曾经的重要人物也终将泯然众人 而那些涉足星际的NPC 才能延伸出更大更多的事件 相比之下 最具潜力的新手星球 自然是虚空恶魔族的双东星 与星际阵营联系紧密 在版本更迭中 有很大几率会无缝连接更大规模的新剧情 而类似海澜星 长歌星这样的低级地表文明 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视频中闪过各种弹幕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分析完了海澜星情况 下一环节是邀请职业选手采访 韩潇没继续看下去 他还以为节目是夸他的 没想到最后作为反面例子踩了一脚 不过这种分析有些道理 就像新手村的BOSS在前期虐了玩家很多遍 而玩家高级以后 这些BOSS还不如一只高级小怪 海澜星的确是一个起点不高的新手星球 韩潇也是知道的 但理解归理解 这是在拆他台子 想到自己的计划 韩潇挂起玩味的笑意 到时候等着看吧 碰 扭曲的药剂师大门被绷进了房间里 砸烂了两个桌子上的所有仪器 背对大门的一叶青 诧异转过身 门口一个身影 红色长发飘舞 气势凛冽的海拉 冷着连走了进来 你想干嘛 一叶青警惕 手指轻挑 一株株绿芽 从四周柜子里蔓延出来 变成坚韧细长的藤蔓 如同即将扑杀的毒蛇般 微微摇晃着 海拉全身缠绕着暗红色气流 双瞳闪烁着红色流光 冰冷到 把东西浇出来 一叶青醋眉 往旁边走了一步 露出桌上的一排试管 都装着鲜红色的液体 她摇头道 你是说这些药剂 这都是用你妹妹的细胞组织培育的强效育合剂 要不要试试 效果很不错哦 海拉毫不犹豫 双手一抬 暗红流光飙射 杀意凛然 一叶青暗骂了一声 急忙护住药剂 操控植物抵挡 碰 暗红色流光如刀刃般锋利 藤蔓被切断 断口平滑整齐 枝叶四剑 一叶青急忙躲闪 旁边的墙壁被切开通透的痕迹 喷出墙灰 疯子 一叶青咬牙抵挡 暗红色光芒与绿色植物碰撞不止 声势惊人 药剂是被双方拆了 灰尘弥漫 一地狼藉 外面的卫兵大惊失色 举着枪却不知道该攻击谁 快去通知黑幽灵阁下 卫兵小队长急忙动身 刚走出两步 却见道路尽头出现一抹身影 迅速接近 正是寒潇 寒潇时刻监视着药剂事 看见一叶青和海拉打起来了 便立马赶到现场 喝道 住手 一叶青满头大汗 他的异能侵略性 没有海拉那么强 担心一停下就被打伤 叫道 他停我就停 海拉脸色冷峻 不为所动 铁了心 要干掉一叶青 寒潇眉头紧皱 幽蓝色蟹力凝聚在脚掌 不轻 不中堕了一下脚 蟹力渗入地下 地面忽然隆隆震动起来 要即使八个方向的地面裂开 嗡嗡 八个金属钻头破土而出 发出机械活动的咔咔声 迅速展开 变成小型炮台 炮管纷纷转向对准两人 陷阱是小型折叠炮台 新的变种机械 埋设在避难所的重要区域 通过芯片程序与自身泄力就能启动 我看你是忘了 这是谁的地盘 韩潇沉声道 海拉咬咬牙 收手褪开 眼神冰冷 一叶青松了一口气 痛苦地揉着太阳穴 他刚才被海拉的精神震荡扫了几下 头疼不已 你没有兑现承诺 保护我妹妹 海拉豁然转头 直视韩潇 韩潇无奈叹气 你反应过激了 一叶青哼了一声 拿出药剂 说道 这些是我搜集欧罗拉掉落的毛发 搭配出的药剂 这叫物尽其用 我又没伤害你妹妹 你着急什么 那也不行 海拉冷声道 一叶青的行为与萌芽太相似 他担心相似的场景 会让欧罗拉回忆起那些痛苦经历 两人互不退让 韩潇有些头疼 自己人起冲突可不好解决 这时 欧罗拉飙着轮椅赶来 熊宝宝趴在他的腿上 一颠一颠 甩来甩去 此时 他的气色比一个月前好多了 干酷的头发重新变得柔顺 干巴巴的身体 也开始长肉了 神色焕发光彩 脸蛋变得健康有光泽 被压抑已久的异能 开始发挥作用 短短一个月内 欧罗拉就恢复到正常人的身体素质 姐姐 你怎么和医生打起来了 欧罗拉着急道 一叶青瞪了海拉一眼 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欧罗拉恍然 眨眨眼 获达道 一些头发而已 只要能帮上韩淑 我无所谓的 曾经只有姐姐对她好 如今要加上一个韩潇 欧罗拉很愿意贡献自己的作用 这样她才安心一些 觉得能回报韩潇的恩情 韩潇不至可否 她知道一叶青的誓言 素材只是一些掉落的头发 并不过分 所以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海拉的反应太过激了 欧罗拉灿烂一笑 姐姐 不用担心 我没那么脆弱 海拉沉默了一会 转头离开 语气低沉 知道了 这段小插曲告一段落 韩潇让卫兵收视现场 一叶青走到身边 似笑非笑道 我之前都不知道 药剂市附近有这么多炮台 你在监视我对吧 韩潇挟了她一眼 哼 放心 我没那么不识趣 毕竟我是你交换到手的工具 工具不就是任人摆布的吗 一叶青聊了聊 并脚发丝 笑容玩味 哦 韩潇转身走开 一叶青笑容僵在脸上 哦一声就没了 这算什么反应 既不恼羞成怒 也不抱有歉意 甚至也不威胁她 这么无所谓的吗 星月低垂 夜色深重 完成了一天的制造 韩潇把货物 存进秘密基地 走在回屋的路上 忽然看见隔壁的屋顶上 坐着一个恶娜的身影 柔和的月光洒落 照亮了半边身体 正是海拉 她拖着腮 呆呆望着月亮 貌似做了有一会 韩潇想了想 轻巧跳了上去 海拉听到响动 也没有转头 淡淡问道 你上来做什么 过来瞅瞅 你大晚上的不睡干嘛 海拉哼了一声 不予回答 韩潇也坐了下来 摇头道 今天你的反应太偏激了 以前你好像没这么冲动 海拉眉头微醋 关你什么事 说得好 关我什么事 韩潇摸了摸下巴 男男道 当初我把你妹妹救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话呢 海拉脸色一僵 无言以对 郁闷了一会 才吐出一口浊气 缓缓道 我只是有点迷茫 282萌芽的绝路 迷茫 韩潇抽出一根烟 咬在嘴里 在口袋里掏着打火机 含糊道 这容易解决啊 你带着妹妹回萌芽 保证你再也不会有这种无聊的感觉 海拉眉好气横了她一眼 顿了顿 自顾自抖 我以前没照过好妹妹 让她经历了这么多折磨 全是我的错 为了保护她 我不断磨练自己 哪怕现在回想起曾经的杀戮 我也从不后悔 双手沾染的血腥越多 我就越安心 只有这样才能冲刷我对妹妹的愧疚 才能证明我在保护妹妹 以前在萌芽的时候 我和妹妹很长时间才能见一面 我知道 她向我外界的生活 每次见面 我都会给她讲故事 分享我的经历 现在她有了新的生活 结交了新的朋友 还养了一头宠物 不需要我的故事了 海拉低声道 韩潇半天没打着火 只好掏出手枪 朝天开了一发 用滚烫的枪管点燃了烟 吸了一口 忍不住道 那头熊是我养的才对 拯救她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现在愿望达成了 海拉没理她 语气低沉 她也不需要我保护了 伸出手掌 暗红色气流缠绕着手指翻飞 海拉正正地凝视着手掌 轻声道 以前 我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用来磨练异能 让自己变强 而现在萌芽即将覆灭 我和妹妹也安全了 力量对我而言 好像不重要了 所以我把以前锻炼的时间 全部用来陪伴妹妹 这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 拳斗忽然紧握 捏碎了这一抹流光 海拉垂下眼帘 轻声道 可是为什么这种梦寐以求的生活 却让我觉得迷茫 明明是如愿以偿 可偏偏 让我觉得很空虚 我讨厌这种感觉 寒霄 常年处于危机 骤然放松下来会觉得不习惯 这是典型的战争创伤 当然我更倾向另外一种可能性 你骨子里流淌着好战的血液 你的细胞渴望战斗 嗜血才是你的本性 安宁的生活 对于你来说就是堕落的慢性毒药 只会渐渐丧失气魄 海拉脸色怪异 你的话像是引诱 我去干些坏事 不然呢 你想我说什么 好言安慰 含笑摇摇头 我说不来那种废话 你这样的人也不需要安慰 你妹是你妹 你是你 你不需要为了她而压抑自己的本性 她也不希望你变得不像自己 不用找借口 我看得出你 真正渴望的 就是战斗和杀戮 追求力量才是你本能 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更大 别看我一只手能打十个你 放眼整个宇宙 比我厉害的人还有很多 你怎么就能打十个我了 海拉表示不服 含笑脸色骤然一领 杀意迸发 突然的变故 让海拉一惊 急忙后退 不自觉用出了异能 暗红色光芒明灭不定 一脸警惕 说不定哪一天 我会像萌芽一样 把你的妹妹抓起来 到那个时候 要是没有反抗我的力量 所以变强点吧 不然你会后悔的 含笑面无表情 把气势收了起来 然而海拉的心跳 却缓不下来 刚刚一瞬间 直觉告诉她 含笑没有像平常那样 开玩笑 她很可能是认真的 宛如露出伪装下的獠牙 紧紧一刹那 便让海拉后背发寒 如果你有需要 我可以制造一些 陪练的机器人 或者你可以学学叶青 找些艺人来练手 没什么是我先走了 困着呢 这根烟还没抽完 我放这了 含笑跳下屋顶 朝自己的屋子走去 直到含笑的背影 消失在视野里 海拉才收回视线 常常吐了一口闷气 看像放在屋檐上 缓缓燃烧的香烟 犹豫着捡了起来 深深吸了一口 缓缓闭上眼 吐出鸟鸟的烟气 品味着香烟的味道 过了好一会 眼睛才睁开 摇摆雨茫然消失不见 只剩下冷漠与淡然 她真是个怪物 海拉自言自语 忽然摇头笑了起来 我也是 含笑每天造机械 磨练狂刀四人 收割玩家经验 面板上累积的经验稳步上涨 生活丰富充实 时间迅速流逝 在新海力688年12月7日这天 前线终于传回最新的战局变化 萌芽只剩下总部周围的地盘 其他所有基地都被攻破 含笑接到了通知 本尼特邀请他去第一避难所碰面 战争将以萌芽覆灭而结束 格局洗牌 我们暗网也要重新思考立场了 本尼特在电话里说道 等了这么久 战争终于到了尾声 六国发挥稳定 没有辜负期望 成功把萌芽逼上绝路 含笑安排好第三避难所的事物 动身前往第一避难所 半天后 直升机降落在第一避难所停机坪 本尼特等候多时 笑道 你竟然是最早到的 这不像你啊 含笑文言 扭头走回飞机 道 起飞 开到没油了再回来 本尼特哭笑不得 上前把含笑拉下飞机 道 董事会议在战争正式结束后召开 估计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具体几天 这就不好说了 现在的形势有点复杂 本尼特放低了声音 局面有点僵 含笑眼神一闪 两人来到会议室 关上门后 含笑沉声道 仔细说说 本尼特拿出情报 解释道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萌芽的羽翼都被剪除 所有的部队收缩在总部范围内 六国部队形成包围之势 但是离得非常远 并且没有靠近总部进攻的意思 含笑沉咽道 既然萌芽的所有基地都被拔除了 只剩下总部这一个目标 六国直接覆盖轰炸 几百颗导弹砸下去 不就完事了 确实可以 失去了所有分基地 萌芽总部的反导能力 无法应付六国的不间断轰炸 就算他们的真正总部隐藏在地下 也会被轰炸坍塌 可六国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为而不公 原因比较繁杂 本尼特又拿出一份资料 道 因为你的情报 萌芽的大量核弹头都被拆除 剩余的核弹头 此时都被运到总部之中 由于位置单一 所以容易反导拦截 萌芽失去了同归于尽的筹码 但核弹头数量不少 就算在一个地方爆炸 也会引起连锁反应 各国气象学家表明 如果这个数量的核弹同时引爆 未来五年到十五年间 辐射城将会让全球气候变得十分恶劣 安迪亚大陆 作为辐射浓度最高的区域 将成为真正的生命禁区 出于人道主义 六国在战后 必须牵移安迪亚剩余的人口 第二 萌芽的部队在撤回的同时 抓捕了大量游荡者当作人质 似乎是想让六国投鼠忌器 如果要炸他们的总部 这些无辜的游荡者 就会陪葬 本尼特叹气 于是六国出现了分歧 瑞兰和提流斯建议 无视气候灾害 与人质生命安全 直接轰炸清除萌芽 一了百了 但掉这个心腹大患 新龙还没表态 洪峰建议劝降 海下建议地面部队强攻 尝试援救人质 欧迪芬娜 嗨嗨 他们以担心气候与人质为理由 反对一切进攻措施 韩潇疑惑道 其他我都还能理解 欧迪芬娜要做什么 打到现在 还想撤退讲和吗 本尼特敲了敲桌子 无奈道 欧迪芬娜的首脑 今年是最后一届任期 他们正谈党派众多 很多人基于他的位置 如果能把战争拖延到明年 就能以战时政策为理由 跳过竞选 直接获得下一届连任 含潇无语 真够牛逼的 现在六国倾向哪种措施 为而不公 尝试劝降 六国反导打击24小时开启 如果总部的核弹警 发射任何一颗核弹头 他们立即截击 并直接炸掉萌芽总部 当然这是最不理想的结果 所以 六国此时正对萌芽发出最后通牒 希望他们能放弃抵抗 交出人质 出来投降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许诺投降不杀 本尼特摇头道 迄今为止 萌芽还没有任何回应 283分起 总部基地群 如同沉默的黑色山脉 笼罩在死记当中 露天的场所 到处是废弃无人的载具 然有与硝烟混合成刺鼻的气味 一栋栋建筑的窗户缝隙 露出无数双目染与迷茫的眼睛 所有剩余战士躲在建筑里 分为仇云惨物 虽然地平线尽头 看不见六国的包围部队 但每个人都知道 无数导弹已经锁定了总部基地群 随时会砸到头上 变成冲天的焰火 焚烧殆尽 净化一切 谁也不知道 未来的命运会怎样 一切都取决于萌芽最后的决策 投降 也许还有一丝渺茫的希望 终究不是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地下总部中控室 屏幕上显示着如今的局面 蓝色代表的萌芽 只剩孤零零的总部 而六国的红色 遍布了整片大陆其他的地方 走投无路 戴着面具的首领 副手站在最前方 默默地看着屏幕 身后所有高层 悄悄互换眼神 没人说话 沉默地诡异 你有什么打算 一个高层犹豫着说道 首领闭上眼 带众人等得心骄 才沙哑着说道 发射所有核弹 众高层浑身一震 一个位高权重的光头高层 忍不住说道 六国已经锁定了我们 同归于尽 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自杀行为 怎么 你想向六国摇尾起连 首领语气毫无波动 别忘了 萌芽是为了什么 而建立的 没有败 只有亡 众高层 都是对六国 生物痛绝的亡国之徒 但不是所有人 在死亡面前 都能不动摇 况且 在他们看来 送死完全是徒劳 就算六国投降 不杀的许诺不可信 但有一丝机会 总比毫无希望更好 我不同意 光头高层站出来喝道 首领转过身 英智的眼神扫过一张张脸 淡淡道 你 还是你们 众高层有的毫不妥协对视 有些人低下了头 但无一例外 都用沉默代替了回答 面对生死存亡之际 首领与所有高层出现了分歧 宛如双方之间 裂开了一条红沟 如果我坚持呢 首领平静道 光头高层沉声道 发射核弹 需要两把特制钥匙 系统权限 你的指纹和铜膜 权限你有 而钥匙你却只有一把 另一把在副统领身上 他站在我们这边 首领扫视了一圈 他人呢 自然不在这里 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首领摇摇头 看来你们早就私下做出了决定 不要冲动 我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不要白白送死 光头高层劝说 才说了几句 便忽然顿住了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在他说话的时候 首领缓缓从口袋里 掏出了两把发射核弹的 口令密钥 赫然包括 本应属于副统领的钥匙 你 你怎么 天啊 快点放下 钥匙怎么会在你这里 副统领啊 众高层神色巨变 与无伦次 骚动起来 首领攥住钥匙 莫不作声 把钥匙交出来 我们不能让你为所欲为 光头高层尽力控制住 脸上的肌肉 才没露出 筋木与慌乱的表情 声线颤抖 另一只手悄悄背在身后打手势 首领摇头 默然看着众人 淡淡道 梅尔高 五天前你与洪峰私下联系 多罗门德 欧迪芬娜 和你达成了一些小约定 李努 瑞兰答应 给你提供保护 他一口气点了在座大部分人的名字 迎着众人惊恶的脸色 缓缓道 你们投降后的结局 自然和其他萌芽战士们不同 所以不用大意凛然 你们想做什么就来吧 众高层脸色阴晴不定 从骨子里升起被看透的恐惧 曾经的首领虽然让人生畏 但他们还能大致揣测一下 可自从战局轻颓后 首领就越发让人看不清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准确来说 是零号逃出包围圈之后 首领就变了 仿佛成了一汪看不透的深潭 战局节节败退 他却始终平静如水 似乎绝境也无法引起他丝毫的愤怒 大门打开 几十个执行官走进来 默默包围了首领 众高层退开 这些执行官全都是他们的人 开战以来 萌芽执行官死伤惨重 而众高层有意识保护他们的嫡系力量 一个大势力 谁都有自己暗中的算盘与私自的力量 萌芽的凝聚力来自于仇恨 而并非忠于特定的一人 众人没有在说话 光头高层打来的眼色 执行官们蠢蠢欲动 各色异能与气焰纷纷亮起 五彩斑斓的光线中 首领叹了口气 我送你们去见副统领吧 距离总部极远处 是六国的联合阵地 无数武装部队待命 挂在着导弹的战斗机群 在空中盘旋 引擎的轰鸣声划过天际 声波与震动横掠 地上的帐篷与载具装甲板 微微抖动 地面导弹车处于随时可以发射的预备状态 各路卫星与探测装置 时刻关注着总部的导弹景 与空中情况 一旦有黑乎乎的东西升天 第一时间就可以拦截 让其在空中引爆 并且动用最后的手段 倾泻所有导弹 将萌芽总部化为焦土 作战会议室中 六国各自的代表军官 齐聚一堂 焦急等待 距离最后通牒 还有7小时32分钟 52 一秒 萌芽还没有回应 洪峰军官不停看时钟 我觉得应该延长通牒时间 让萌芽再三考虑 不要做出仓促莽撞的行动 欧迪芬大代表说道 没人理他 瑞兰军官冷着一张脸 道 我们与四名萌芽高层私下联系 上次传回讯息 他们正在尝试说服萌芽首领 其他各国暗暗点头 他们都做了相同的举动 在这种绝境面前 不少萌芽高层实时务 愿意做出交易 换取安全 六国的条件 自然是要求萌芽投降 让人质活下来 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距离上次通话 已经过了一小时二十分 现在还没有新的消息传来 继续等 我们有时间 各国军官 有一搭没一搭讨论 目前的局面就是这样 他们立于不败之地 给了萌芽选择 他们能做的 也只有等待 海下军官陈英道 萌芽首领 到底是个什么人 根据暗网的情报 萌芽首领来自灭亡的戈兰 萌芽组织的前身是明莫克 我们翻阅了所有卷宗 却始终查不到 萌芽首领的确切身份 本尼特把汉尼斯查到的情报 交给六国 认为以六国的势力 应该能查到更多的细节 然而六国对此也一筹莫展 萌芽首领 就像一个没有过去的鬼魂 积压如山的卷宗和文献 没有任何记载 汉尼斯查到的资料 就是全部了 戈兰不是被你们瑞兰灭掉的吗 你们有资料吗 新龙军官问道 瑞兰军官摇头 我们甚至查过了 当年接收和处死戈兰人的 平民名单 没有一个符合的 我们国内派人走访了 原戈兰地区 依然一无所获 我怀疑暗网的情报 是否属实 284最后的尾音 上 沉重的呼吸声 如同破败的风箱 沙哑中混合着血痰 攀爬喉咙的粘稠感 啪 沾着鲜血建设痕迹的面具掉落 靠在桌角 透过狭窄的眼孔 可以看见房间千疮百孔 满是战斗的痕迹 几十具尸体 静静倒在地上 血泼逐渐扩大 整个中控室 只剩下首领还站着 所有执行官都死在了他的拳下 重高层惊恐的表情 还凝固在脸上 都没了气息 首领吐出一口血痰 深吸一口气 房间里浓郁的血腥味 刺激着鼻腔 他忽然撕心裂肺咳嗽起来 足足咳了两分钟才消停 激战勾起了他的暗伤 一个多月前的埋伏战 他被韩肖伤得很重 一直没时间休养 最后成了暗伤 每次体会到隐隐的痛苦 他就不可避免想起韩肖 自己落到这样的境地 全败韩肖所赐 直到现在 他依然充满仇恨 只是这种激烈的情绪 再也难以翻涌 余下的只剩空气 首领来到总控台前 调试出核弹发射选项 然后脱下手套 验证了指纹 铜膜 全线与通行口令 两把钥匙插进孔洞 只要各自旋转180度 就能激活发射 在最后一步的时候 满是疤痕的手指捏着钥匙 却迟迟没有拧动 首领靠着椅子 仰起头 双眼没有焦距 似乎在发呆出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嘟嘟嘟 屏幕角落出现小画面 是一则通话请求 来电方赫然是零号 首领面无表情 按下了同意 大屏幕跳出韩霄的脸 看见满地的尸首 韩霄眉头一挑 他发起通讯一 是想看看萌芽这边的态度 二是 想见首领最后一面 不过这幅场景 让他基本明白了情况 摇头道 看来你已经决定了 首领眼神 透出怅然之色 没想到最后 会输在你的手上 你这只 蝼蚁 一步错步不错 我的一切被你毁于一旦 你现在想干嘛 确认自己的战绩吗 我就在这里 随便你看吧 我的生命 萌芽的覆面 会在你的事迹 天上浓厚的一笔 你是赢家 自然有权力 肆意欣赏自己的战利品 我和你说过了 这片星空很大 这颗星球 只不过是一粒微尘 在这里发生的大事宇宙里 无人在意 韩霄摇头 大敌得以解决 但他神色很平静 毕竟他是个放眼星辰大海的男人 缓缓道 我只是觉得 做了这么多的事 死之前还要憋在心里 多难受 你要我向死敌倾诉 首领嘴角一脸 争鸣得长相越发丑恶 懒懒靠在椅子上 身体松弛下来 确实很有意思 寒霄怂耸间 直入主题 命运之子是怎么回事 首领大笑起来 笑了一阵才停下 摇头道 命运之子 不过是个可怜虫而已 看得到未来 能影响命运 却没办法主宰自己的生死 注定是别人手里的工具 你也有预知能力 说不定命运之子 就是你最后的下场 寒霄不至可否 啊 说说你自己吧 你好像是戈兰人 首领脸色一变 喃喃道 你们查到了啊 是的 我曾经是戈兰人 那时候 我还是个年轻人 热血 愤慨 当时国内爆发明莫科事件 我加入反抗组织 我游行 抗议 反对 想从一个迷烂的政府中 挽救自己的祖国 然而 战争突然爆发了 瑞兰入侵 内忧外患之下 我的祖国被碾碎 所有人都亡国了 首领语气忽然咬牙切齿起来 听见了没有 我们被叫做内忧 我做错了吗 反抗做错了吗 没有 我们的初衷 只是争取应有的权利 只为了让祖国变得更好 我们无限接近胜利 曙光明明就在眼前 然而 战争毁了这一切 戈兰灭亡 我的朋友全都被处死 像这种不安分手挤的人 清除掉是最好的处理手段 幸存的戈兰国明 宛如被阉割的家处 不得不变的温讯 便于管理 使欢 只有极少数人 侥幸逃了出来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是大人物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 截然一身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如同行尸走肉 直到我看见戈兰边境被瑞兰封锁 我熟悉的国旗被烧毁 取而代之 升起的是瑞兰的国旗 那时候 我醒了过来 我知道自己背负了什么使命 戈兰虽然不完美 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黑暗 但是 它依旧是我的祖国 灭国之恨 唯有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首领吐出一口浊气 目光飘远 曾经的画面 仿佛在眼前浮现 可是在时代的洪流中 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不过是飘平 生命如同蝼蚁般脆弱 为了穿过战区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 辗转一个又一个难民营 我被人当作猪狗 麻木地承受着毫无尊严的生活 但我的血是燃烧的 无论怎样的危险 我告诉自己活下去 仇恨填满了我的心脏 它让我的心跳 始终没有停下 最后我成功穿过了 交战最激烈的地方 没有停留 也没有寻求庇护 我转向去了荒野 我知道 没有力量弹劾复仇 于是我在荒野生存 与野兽搏斗 把自己当作一块碗铁 千锤百炼 谈及此处 首领指着脸上与手上的伤疤 淡淡到 176处伤疤 我换来了力量 含笑挑眉 你原来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 首领反问道 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普通人 想了想 含笑点了点头 事宜继续你的表演 首领继续道 在荒野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 回到战场 我听说明莫克组织还存在 多讽刺 一个为了恐怖统治而生的工具 却成了幸存下来 最纯正的戈兰势力 于是 一个计划在我心里浮现 我暗杀了明莫克的首领 将组织改名为萌芽 隐藏下来 默默发展 我也戴上了面具 战争充满了机会 无数人失去国家 流离失所 于是我定下了萌芽的理念 给他们画大饼 去创造一个所谓的新世界 理念向来能驱使共鸣者 不是我去利用亡国之徒 而是他们心甘情愿被我利用 这就是仇恨 他们甚至不管自己牺牲之后 能不能达成目标 把我个人的欲望 上升到一个群体的欲望 我就能获得许多的助力 萌芽就是这样汲取战争的养分壮大 迅速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庞然大悟 首领语气充满恨意 却又怅然若失 一直以来坚持的事业被人毁了 除了愤怒以外 各种滋味复杂无比 然后 你出现了 你把树 砍倒了 285最后的尾音 下 含霄语气玩味 比起你曾经 和即将造成的污染 我觉得 砍掉你们这棵树 更环保一点 前世 一直没有玩家挖掘出首领的来历 兵荒马乱的年岁 的确很难找到一个 失踪普通人的真实身份 听完首领的讲述 韩霄对他有了个更清晰的了解 首领是个坚定的爱国者 幸运逃脱瑞兰侵略的少数戈兰人 隐忍坚韧 为了获得复仇的力量 主动在生死边缘寻求突破 从一届普通人 成长为星球顶峰的超能者之一 是个枭雄般的强者 形势偏激 如今走投无路 选择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可见仇恨已经烙印在了骨髓中 刚狠烈 星球主角的经历 果然很有传奇色彩 每一个主角型的人物 身上都有可以深挖的世界 韩霄暗道 心情复杂 在自己还很弱小的时候 首领就像一座横跟在眼前的大山 韩霄不得不小心翼翼运作 变强 最终有了正面为敌的力量 打崩了萌芽 萌芽是1.0版本海兰星的大反派 韩霄前世作为玩家的时候 也参与过这条主线 但如今身份转换 自身起到的作用 堪称翻云覆雨 体验截然不同 虽然韩霄表现得很冷静 主要是防止乐极生悲 不代表他不享受胜利的果实 心里还是有着一些成就感 首领摇头道 我没想到 一个逃脱的试验体 竟然会成为最大敌人 其实在你偷走机密 突破我的埋伏后 我就知道萌芽必败无疑 我没有束手待毙的习惯 可是无力回天 不过是垂死挣扎 因为早有预感 所以无论战局如何轻颓 首领也不意外 亲眼看着一手创立的组织 一步步划入深渊 平静中带着五位杂陈 对我来说 败就是死 六国想要看到我投降 想要接收萌芽这些年积累的 所有机密知识 我会让他们 什么也得不到 韩霄一挑眉 说到这件事 我听说你抓了不少人质 引爆的话 他们也死定了 而且 核爆将影响气候 恶化海兰星的自然环境 对全球人类未来不利 你确定要这么做 首领沉默下来 音响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 韩霄也不着急 平静盯着画面 过了一会 首领才沉深开口 你要劝我投降 韩霄贪手 我没这个意图 因为看你的样子 不像是会听劝的人 但是我对面的这个人 要我这么做 此时韩大技师 正待在第一避难所的会议室 捧着平板电脑 坐在沙发上 本尼特坐在他对面 全程旁听 不断打手势 示意韩霄劝说首领 本尼特最不希望看到 两败俱伤的结果 韩霄觉得 本尼特是皮了 要他一个死敌劝说 这不妥妥是拱火吗 要是首领原本打算投降 说不定一看到自己 立马就改变主意了 还好首领自始至终 都很坚定 不然他还真有点虚 本会 这个逻辑感觉怪怪的 本尼特在对面 不依不饶手舞足蹈 韩霄只能无奈尝试 免得事后 本尼特又像的老妈子一样 心好心好他 我宁愿拉着所有人 一起陪葬 首领语气森然 我要让这个世界感受痛楚 韩霄张了张嘴 一口老曹 堵住了嗓子眼 卧曹 是你妈佩恩 首领冷笑 我讨厌这个世界 干嘛 还要为他着想 就算六国赢了 也别妄想不付出代价 六国骨子里 一样是刽子手 毁灭了无数国家 才最终走到今天这一步 站在废墟上 给自己歌功颂德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那些血债 都会被历史掩埋 变得无人可知 无人追究 莫人会 为了旧时代讨个公道 他们这些幸存的政权 逍遥太久了 是时候让他们偿还点利息 首领不在乎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哪管死后 洪水滔天 您教我赴天下人 不教天下人赴我 即使普通人也会这么想 更何况性格阴霄的首领了 寒霄不至可否 和平的后果 对他来说影响很小 因为他 迟早要离开海岚星 而下个版本 又是异化之灾 更大的灾难迟早降临 与之相比 这点气候灾害 就不算什么了 前世萌芽苟延残喘 有东山再起的隐患 现在则是一次性被清除 却带来后续的恶劣影响 哪个结果更好 他现在还不知道 但后者显然能让他的A级主线任务 种子长眠尘埃 一步到位 而对于其他不知情的海岚星人 后一个结果最让人恐慌 气候环境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谁也不希望环境恶化 坐在对面的本尼特 眼神焦急 恨不得立马飞到萌芽总部 在首领触发按钮之前打死他 寒霄看了看时钟 缓缓道 现在距离六国的通牒期限 还有挺久的吧 你不多留一会 我更喜欢亲自决定自己的死期 首领眼神一定 伸手捏住核弹发射钥匙 开始缓缓拧动 宛如窒息般的压抑 透过屏幕散发出来 首领的动作 彭扶被无限拉长 本尼特死死抓紧沙发扶手 扯烂了真皮 每转动一度 无数生命的倒计时 就流走一秒 秒针渐渐指向最终的结果 韩霄静静看着首领的脸 忽然问道 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首领扯起嘴角 露出一个猙獰的笑容 淡淡道 不重要 说的也是 那么 再见了 韩霄哀了一声 挥了挥手 钥匙旋转到了180度 隐隐的震动声 从屏幕中传出 那是导弹升空的声音 首领收回手 如同雕塑般 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这一刻 他的语气没有仇恨 没有任何即将赴死的遗憾 或者悲壮 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 庞府老邻居在黄昏的时候互相道别 回家吃晚饭一样平静 像含霄汗手致意 再见 警报 警报 有高速移动物体 从萌芽总部升空 六国作战会议室中 所有等待的军官豁然站起 惊怒交加 这是预想中最坏的结果 在座众人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当这一刻到来 纷纷觉得难以接受 核爆杀死人质 造成污染 萌芽总部将被夷为平地 无数机密技术将永远失传 两败俱伤 是否进行反倒 副官语气发颤 所有军官别无选择 没有犹豫 意见统一 立即执行 萌芽总部 地面与建筑在微微震动 藏起来的萌芽士兵们 透过窗户 仰头望向天空 眼底倒映出一枚又一枚 拖着尾燕升空的导弹 人群弥漫开死记的气氛 所有人都明白了首领的决定 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哭泣 绝望 疯狂 抽搐 颤抖 哀嚎 怒吼 麻木 走向毁灭前的众生百态 远处的天际 密密麻麻的黑色物体迅速接近 有些与升空的导弹半路相撞 有些则落在总部基地群 嗡 第一声是人耳无法识别的高频暴音 远方六国阵地的大多数人 猛地捂住耳朵 鲜血从耳洞蜿蜒流下 一朵直径数十公里的火柱 冲天而起 基地群在火光中瞬间瓦解 有黑的烟尘 从耀眼的火光中喷吐而出 缓缓凝聚生疼 慢慢化作一朵浓郁的黑色蘑菇 无比壮观 遥远的六国阵地 眺望的人们视线中再也容不下其他东西 只剩一片白茫茫 强光让大部分人暂时失明 哪怕是超能者 也不由闭上了眼睛 莫人能在这份毁天灭地的气势中保持自然 每个人都生出渺小的感觉 彭腹变成了即将被风卷走的沙力 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身躯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即使在更远的地方 也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 一束长矛般的火光 刺穿了常年积压在萌芽总部头顶的厚重云山 云层变成了中空的环形 云海排散 紧接着 火光发生二次膨胀 混合了无数尘土的黄色圆形 冲击波迸发 所经之处 地面蹦裂 漫天沙尘中夹杂着密密麻麻的建筑 金属碎片 无数大小十几米的扭曲钢铁 旁腹比棒球还要轻盈 犹如一片羽毛 被爆炸轻松抛飞出十几里 噼里啪啦下雨般 在荒野上掉了一地 冲击波终于横扫到阵地 排山倒海的力道汹涌而来 如同风神鼓足了劲的吐息 帐篷如同蒲公英种子般 打着悬飞了起来 厚重载具翻翻滚滚 宛如皮球 更别提人了 摔得骨折都是轻伤 围观的玩家 神色惊恐又激动 急忙录下这一幕 生怕错过了任何画面 伴随冲击波扩散的是第二声爆炸 频率能被人而捕获 几乎能震破耳膜 轰隆隆 声势宛如天崩地裂 震耳欲聋 后面的阵地渐渐稳住阵脚 调遣部队迅速撤退远离 只剩下荒野上不断生腾的火光 画面宛如天乏降落 翻翻滚滚的蘑菇云 如同恶魔的凝啸 不断变换着扭曲的形状 首领带着他未尽的理念 与一手缔造的组织 变成了一朵照亮天地的璀璨烟花 萌芽打出了GG 将总部移为平地的核爆 成为海澜星战争最后的尾因 六国最高层召开紧急会议 大敌已去 后续的影响却不乐观 根据爆炸的规模 气象局构建了演算模型 第一批辐射尘将在未来三小时到六小时内 进入大气循环 在未来的一个月内 安迪亚大陆将进入和冬天状态 起码持续半年 不适合任何生物存活 陆地上将有大批的动植物死去 彻底变成死地 辐射范围波及安迪亚近海区域 可能会造成海洋食物链崩溃 并且一些海洋生物可能产生未知的变异 高浓度辐射与污染物质进入海洋循环 将通过降雨散播到全世界范围 这个过程大概300天至500天完成 然后全球气候开始恶化 因为范围广 所以恶化程度没有安迪亚这么严重 但依旧会对大气造成严重的损害 迁移发动全身 产生全方面的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持续时间可达十年以上 在这段期限内 预估全球文明程度难以进步 甚至可能会倒退 六国高层脸色严峻 这不仅仅是异国的事 而是全世界整个种族的大事 一名反战派的高层拍桌子怒道 看看 看看 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部队损失惨重 胜利后拿不到任何好处 还酿成了这样的结果 根本就不应该远征 不应该开战 让萌芽归缩在安迪亚多好 拔除他们的分基地后 就该建好就收 当时决定远征的时候 有一部分政客的立场是反战派 因为一旦开战 资源与话语权都将向军方倾斜 一些高层自然不乐意 但是少数服从多数 他们的声音被无视了 而现在有了正当的理由跳出来 大意凛然放马后炮 事已至此 别说那些废话 长痛不如短痛 战争的苦果得让全球承担 波及了许多无辜者 为了干掉这个心腹大患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不少高层门心自问 真的值得吗 最后的答案是值得 至少在高层眼里 一个敌对的庞然大悟 比所谓的全球性气象灾害 更具有威胁性 干掉了卧榻在侧的心腹大患 才能安心 不用再提心吊胆 才有安稳发展的条件 各国高层认为 所有人都要面对气象灾害的威胁 同样耗费国力 去治理 依然在同一个气跑线上 对大家都公平 好在结果并非不能补救 污染了那就再治理吗 生活就是这样的 要不要对民众封锁消息 知情人太多 莫这个必要 我们官方发布吧 民众肯定会发起抗议 指责我们造成了这个结果 不重要 反正仗打完了 现在面对的是后续的灾害 让所有人知道 我们都是相同的处境 应该抛开过往 不要纠结谁对谁错 众志诚诚度过难关 那要不要 各国高层商量着一个又一个提议 本尼特脸色铁青 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不停念叨者 过分 疯子 之类的自言自语 韩潇翘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侧头盯着窗外的蓝天 暗暗摇头 首领按下了中烟的音符 带着总部一起灰飞烟灭 萌芽可以说是自己面对的 第一个大boss 覆灭在他手上 海澜星的一条大主线 被他摧残掉了 韩潇有点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首领事迹在传奇 也是他的敌人 韩潇对待敌人很少心软 打赢了就是打赢了 赢家无需假惺惺的去惋惜遗汉 吐出胸中的玉器 韩潇振奋起来 打开面板 浏览开始刷屏出现的信息 你获得星球传说度 萌芽埋葬者 A级主线任务 种子长眠尘埃 完成 评价 不可思议 你获得不可思议 即任务奖励 开始结算奖励 奖励较多 正在统计中 请耐心等待 286副本声称拳 韩潇眼神一亮 迄今为止 他拿过最高的任务 评价是 优异 不可思议 比优异 级别更高 如果是普通玩家 任务的正常流程 应该是这样的 不断潜入一个个分基地 偷取情报 才能知道其他基地的位置 随着萌芽警戒程度升高 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强 缓解繁琐困难 每一次拿到下一个基地的情报 面临亲自去毁灭基地 还是借助六国的选择 前者奖励进度更高 而他跨过了最繁琐的情报搜集行动 直接抛出萌芽所有分基地的位置 效率之间的差别 就像用镰刀收割和拖拉机收割 种子长眠尘埃 是A级主线难度 韩潇有熟悉剧情的优势 也用了一年多才完成 几乎是一个人 完成了一整条大主线的最终目标 韩潇对结果挺满意 他很期待会有什么奖励 星球传说度 海澜星 萌芽埋葬者 萌芽 全球性的大型组织 常年与六国敌对 雄厚实力 宛如巍峨山脉 你仅仅是一个渺小的叛徒 却逐渐挖空了萌芽的根基 将它埋葬 萌芽成了你的踏脚石 成就你的荣誉与传奇 你的事迹会被无数人传送惊叹 你的名字将载入这颗星球的历史 新的传说度 韩潇心里一定 这是他预料中必有的奖励 任务奖励最高额度再度增加5% 每日总额度增加100% 很快 面板流水般刷出了其他奖励 种子长眠尘埃 个人破坏度48.72% 评价不可思议 你获得487万经验 潜能点加2 自由属性点加4 六国阵营关系 各加800 个人破坏进度接近一半 意思是 毁灭萌芽的行动中 韩潇一个人的作用 几乎顶得上六国所有军队 六国的种种行动 都来源于他的情报支持 可以说他透露的情报 一直牵动着局面走向 这是阳谋 利用六国对萌芽的敌意 只要给六国一把刀 他们就会动手 六国就算知道 韩潇有借刀杀人的意图 也愿意被这样利用 最终的结果就是 韩潇与六国都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你获得不可思议级评价奖励 额外120%经验 583万 随机奖励X1 特殊道具X5 按照我的任务评价 随机奖励出好东西的隐性几率 应该不小 韩潇按道 随机奖励的机制 是先抽取一种类型 可能是道具 技能等等 然后再随机出几个奖励 供人选择 只有任务拿到高评价 才有几率出现 把随机奖励放在一边 他先去看五个特殊道具是什么 你获得 人物降临卡 萌芽首领 你获得 人物降临卡 命运之子 你获得 人物降临卡 欧若拉 你获得 人物降临卡 海拉 你获得 荣耀勋章 萌芽埋葬者 A 韩潇一惊 他还是首次一次性拿到这么多人物卡 人物降临卡的作用 是让使用者释放或短暂拥有降临对象的能力 属于底牌型的消耗道具 用得好 可以瞬间改变局面 他以前只得到过两张 首领 命运之子 欧若拉 海拉 这四个人的能力都不错 使用次数都在四次以上 很耐用 寒潇惊喜 人物降临卡 萌芽首领 破甲连击 接下来八秒内 释放的所有攻击 均为破甲暴击 被击中目标 防御削弱24% 持续五分钟 使用次数012 人物降临卡 命运之子 窥探未来 预测一个机会 可指定项目包括任务 道具 某人物未来行动 等等 使用次数0 人物降临卡 欧若拉 生命归来 瞬间恢复满状态 使用次数0 人物降临卡 海拉 王者低语 对敌人造成三次精神攻击 伤害取决于自身智力或神秘 可指定 目标全状态削弱15% 持续三小时 使用次数0 只有命运之子的效果语言不详 其他三个都很简单粗暴实用 预测一个机会 这个意思很模棱两可 莫非是预测到完成任务 获取指定道具的可能机会 寒霄灵光一闪 他有离开海兰星的想法 但想到的方法都把握不大 正好可以试一试 命运之子卡片的效果 寒霄不犹豫 立即使用 心里默默想着前往星际 视线忽然模糊起来 仿佛充斥团团迷雾 白茫茫一片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抹黑色在视线中心蕴染开 变成一幅看不太真切的画面 背景似乎是一片荒原 一道火焰从天而降 砸出一个环形坑 冒出黑烟与电火花 心头闪过一些莫名的信息 位置在 时间是 画面戛然而止 一切仿佛都是幻觉 寒霄回过神来 信息已经烙印在脑海 他神色微变 暗道 果然预测出了一个前往星际的机会 这个机会 原本就是 我想到的方法之一 但不知道确切发生的时间 这张卡片 却预测出一个大概的区间与位置 穿透命运的迷雾 看到期待的某个事件的发生时机 这张卡片效果很惊喜 自己离开海澜星的把握 更加笃定 他看向最后一个道具 荣耀勋章 萌芽埋葬者 A 完成高难度主线任务 获得高评价 便会得到这种荣耀勋章 效果是全属性正3% 及其三个 可以换取一个特别的成就徽章 佩戴效果是全属性正12% 他以前也刷出来过 深知效果很可观 立马佩戴上了 统计完特殊道具 韩肖开始随机奖励 正在随机抽取 你本次获得的奖励类型为 道具 请从以下三种道具中选取一种 种族改变卡 随机改变种族 任务结算卡 X3 直接完成以最低评价 获得任务奖励 视为任务通过 异能潜力强化液 提高异能潜力 好东西 韩肖眼前一亮 异能潜力强化液 及其稀有 异能者倾家荡产 也愿意买这东西 因为异能潜力 只有两个途径提升 一是游戏内的罕见实验 药剂 第二种 就是异能潜力强化液 另外两种都不太适合他 他选择异能潜力强化液 放置在面板 暂时不领取 异能潜力强化液 无论是出售给玩家 还是给其他人物使用 都有很大的潜在价值 这种好东西 要先囤起来 以后肯定会有大用 韩肖暗想 这次收获十分丰盛 一次性一千万经验 虽然看起来不太多 但那是因为自己的标准太高了 要换作玩家 一次性获得一千万的经验 以1.0的标准 完全是天文数字 额外还有潜能点 属性点奖励 奖励的道具都很有用 韩肖还算满意 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那一大堆道具 不过 韩肖总觉得 任务奖励应该不止于此 心念一动 进入NPC模板 突然发现 奖励额度的下方 出现了一条新的选项 副本生成 六国与萌芽 这是什么东西 韩肖一愣 这个突兀出现的功能 连个提示也没有 他使用这个功能 立马弹出了提示 请截取主线片段 形成副本水晶 可以形成副本水晶 韩肖脸色大变 泛上惊喜之色 尝试了一会 他熟悉了这个功能的作用 简单来说 可以将萌芽主线中 他经历过的许多行动片段 变成副本 生成副本水晶 作为发布任务的奖励 好处不言而喻 提高了自己 发布奖励的多样化 韩肖推测 获得这个新功能 出现的原因 应该是高评价 完成高难度大主线 等于做出传奇试剂 就能把这些试剂 变成副本 一些NPC的任务 可能会带有副本水晶 曾经遇到的迪恩 任务奖励 就有副本水晶 如今自己也有了 这样的能力 而且因为 有面板存在 它可以控制 副本水晶的生成 他熟悉了一下 发现副本水晶 只能作为任务奖励 不能直接变成道具物品 在商店中出售 符合玩家 获得副本水晶的途径 相比其他奖励 这个功能 才是最大的收获 加强作为NPC的功能 对玩家更具吸引力 含肖惊喜不已 只有具备传奇性的精力 才能生成副本 换句话说 也就是大幅度改变一个星球 或者更大区域的主线剧情 NPC模板 也许还有更多功能 只是我还没有触发 既然 NPC模板 有这个能力 等于参与主线剧情的收益 又多了一层 如果自己能拥有 许多大事件的副本生成权 玩家对他的粘性 将会高得不可思议 这是最大的意外之喜 287海兰星平稳期 与奥福梅拉来访者 处理完奖励 一旁夺布的本尼特 也坐了下来 沉生道 这样级别的战争 短期内不会再发生了 但等六国休养生息之后 可能会开始清算其他势力 继续巩固他们的统治权 萌芽败亡后 直早对付我们 韩肖收起兴奋的情绪 也摆出一张沉思的表情 掌握话语权之前 谁都以为自己是好人 不过短期内 六国还要处理 核爆的后续灾害 没工夫做别的 说到灾害 你的避难所计划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本尼特叹气 我宁愿永远派不上用场 战争之后 会有更多外界游荡者寻求庇护 我准备加快计划 在西州和北州 也建立避难所 安迪亚的难民需要转移 海兰星两条大主线 一条是萌芽 已经被它摧残掉了 这是主要冲突 第二条是建设避难所 相比萌芽战争 避难所主线节奏不激烈 整个海兰星会步入一个平稳期 预计1.0版本 不会再有大型冲突事件 自己的实力 屹立在星球顶端 又是覆灭萌芽的功臣 基本没有敌人 接下来可以稳定发展 萌芽主线 本应是贯穿1.0的大事件 玩家可以大展身手 如今却在前期就没了 以后只能小打小闹 混乱倾向的玩家 自然不喜欢和平 但对萌芽是一件好事 他刚好获得了萌芽主线的 副本生成权 把战争拆分成一个个副本 满足玩家永不熄灭的战斗欲望 能吸引更多玩家聚集在身边 继续提高地位 萌芽已灭 我在海兰星没有敌人 接下来就能安心为前往星际做准备 离开海兰星的机会 正好在职业联赛期间 接近一年以后 这段时间很安稳 要积累大量经验作为底蕴 毕竟星际中暂时没有太多 玩家可以互动 大敌已去 韩潇有种紧绷的神经 终于松弛下来的轻松感 1.0版本的公测时间 是三年半左右 一年多完全等得起 现在的六国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不知道灭顶之灾 很快就会到来 估计这次核爆的气候灾害 会加强异化之灾的威力 韩潇只能为他们默哀 接下来几天 韩潇参加了暗网的高层会议 商量未来走向 他主要是打酱油 基本不发表意见 但在座的所有高层 没人敢无视他 作为暗网现任第一战力 负面萌芽的最大黑手 韩潇此时的名气与地位 突破天际 六国的情报机构 主动发来表彰 凭借这个功绩 韩潇在哪都吃得开 如果他现在回星龙 也能获得相应的待遇 玩家论坛上 这次大主线的结束 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度 各种讨论铁图版 玩家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大事件 兴奋难耐 还有亲眼观测到核爆的玩家 放上了录像 引起惊叹 造成这么大的场面 绕不开幕后的韩潇 玩家脑洞大开 脑不出更多离奇的小故事 给韩潇再长了一波知名度 战争完结 萌芽玩家失去了阵营 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 和难民一起撤离安迪亚 可以选择前往哪一个大路 不约而同的 几乎70%的前萌芽玩家 全部毫不犹豫 选择了南州 黑幽灵 我们来了 前萌芽玩家几乎要喜极而泣 苦逼了这么久 终于能闲鱼翻身了 谁能明白 他们每次看到 其他大路玩家 炫耀韩潇的好处时的心酸 为什么不是所有前 萌芽玩家都来 嗯 剩下的30% 有很大一部分 参与过萌芽总部的任务 韩潇的出使好感 是负的时机点 他们很绝望 垃圾萌芽 还我前途 直升机降落在第三避难所 刚下飞机 黄玉就迎了过来 欲言又止 怎么了 韩潇察觉到黄玉的犹豫 黄玉干咳一声 阁下 你的家人来拜访你 我的家人 韩潇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是奥福梅拉家族 仔细一想 战争结束 自己是奥福梅拉流露在外的内部人员 又是目前全球最大牌的人物 奥福梅拉自然很好奇她的态度 想借着这层关系 抱大腿 韩潇挑了挑眉 道 让她来见我 十分钟后 萧全一步一驱 跟着黄玉前往会客大厅 她是奥福梅拉派来拜访韩潇的使者 萧经的养子之一 名义上也是韩潇 这具身体原本的兄弟 算是所谓的家人 萧全在一众养子中比较出色 这次被选为使者 因为她比较懂得审时度势 在韩潇真实身份曝光的时候 家族里很多兄弟都表示不敢置信 一些人想到 萧涵成了长辈 占了他们便宜 非常气愤 但萧全不敢有这种情绪 她很清楚目前的形势 不能以曾经的目光 衡量现在的萧涵 每次想到其他兄弟一份填膺的样子 萧全只觉得他们不知死活 黑幽灵一个人 就远远超过整个奥福梅拉 她可不敢怠慢 萧全发挥口才找黄玉搭话 想要旁敲侧击 打听韩潇的态度 黄玉贯彻韩潇的态度 上行下效 对萧全爱达不理 萧全的心情不由更加紧张 到了 进去吧 会客室大门打开 萧全一眼就看到了 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的韩潇 正淡淡盯着她 萧全不由屏住了呼吸 大气也不敢喘 萧 萧韩 好久不见 她硬着头皮打招呼 想要缓和气氛 叫我韩潇 韩潇淡淡道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萧全心惊胆战 只好改口 只有你一个人 韩潇眉头一挑 道 奥福梅拉找我有什么事 萧全急忙措辞 小心道 韩潇 父亲大人一直挂念着你 很想见你一面 希望你能回去 对于以前发生的不愉快 他都可以解释 韩潇不说话 直勾勾看着萧全 萧全 只觉眼神充满压迫感 不自觉低下头 细密的汗珠在额头浮现 让我过去 韩潇站起身 大步走近 仿佛要动手 萧全被气势所迫 想到韩潇的种种事迹 一阵惊恐油然而生 安唇般往后缩了缩 碰倒了椅子 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急忙想要爬起 忽然一片阴影笼罩了下来 韩潇双手插着口袋 弯着腰 居高临下俯视着他 眼神如针 刺得萧全心里发颤 半跪余地 不敢再动 仰着头 神色惊慌 我看你们是没搞清楚状况 想要见我 让萧尽他们自己 给我滚过来 韩潇语气漠然 忽然伸出手 摸向萧全 完了 他要杀我 萧全一脸惊恐 大脑一片空白 肩膀忽然一紧 被手掌抓住 提起的力道 萧全被拽了起身 韩潇拍了拍他的肩膀 仿佛是给他扫一扫灰尘 把我的话 原封不动传达回去 猴在一边的黄玉 这时打开大门 伸手一引 面无表情道 请吧 萧全回过神来 后怕不已 不敢多待 逃跑四离开了 韩潇坐回沙发 暗暗思索 奥福梅拉拜访 无非是想要借助亲人关系 获得我的帮助 不过我正好用得上他们 如果让奥福梅拉 迁移到第三避难所 这里的NPC资源就更多了 另一边 萧全离开后 立马向萧金 汇报了韩潇的态度 战战兢兢 他 他要您亲自过来 萧金脸色殷勤不定 长叹一声 这次要大出血了 以前韩潇戴着面具 双方互不知底细 还有转环的余地 而现在展露真实身份 就等于撕破脸皮 一切的矛盾 都放在台面上解决 而奥福梅拉 却是弱势的一方 只有不断退让 萧金看了看身旁的萧海 沉声道 你自己准备好 怎么道歉弥补吧 说把摔门而出 留下萧海 一脸惊慌留在房间里 288新一轮商业链 上 打发走奥福梅拉使者 韩潇去找狂刀四人 准备实验一下副本生成功能 运用试验体 就是好用 来到隔壁屋 四人都不在家 韩潇挠了挠头 拿出平板电脑 调出整个避难所的 所有隐秘监视摄像头 系统筛选人脸 很快锁定了四人的位置 风月在和叶青学习合成新配方 药剂冒着滚滚绿雾 旁边站着几个一脸憨厚的玩家 估计是失药的 还不知道要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浩天在竞技场站台 呸 手泪 作为职业大神 他对自己要求高 时刻不忘磨练技术 狂刀在海拉那里 被当作沙包一通狂锤 海拉听从含潇的建议 找了个艺人当作陪练 开发艺能 十八般 花式吊打狂刀 欧罗拉坐着轮椅 抱着熊宝宝在旁边围观 肉包在一边兴致勃勃录像 他和狂刀比较熟 看到狂刀被捶得毫无人形 感到十分开心 或许这就是朋友吧 韩潇前往海拉的屋子 顺便打电话 召集另外四人 刚进入院子 一团黑影从头顶飞了过去 正是狂刀怒见 于是想也不想 伸手把他从天上拽了下来 海拉收手 漂浮得红发垂落 恢复成卷曲的齐腰长发 眼眸里的红光散去 韩潇打量了一下模样 凄惨的狂刀 暗暗点头 这样的海拉 才有前世劝退姐的风采 欧罗拉膝盖上的熊宝宝 吃力地直起身 摔在地上滚了一圈 摇晃着肥臀 屁颠颠跑到韩潇旁边 抱着他的腿爬了上来 挂在脖子上 像个背包一样晃荡 熊宝宝好吃好助养着 体重增长了接近一倍 韩潇抬手 就是一巴掌山飞熊宝宝 然后看向面板的战斗信息 熊宝宝十八级 比刚带回来的时候高了四级 品种利爪兵雄 成长潜力还不错 海拉脸色复杂 她对萌芽充满仇恨 但从未想过 这样的庞然大物 会彻底毁灭 那些仇与恨 都随着通天彻底的爆炸 一起烟消云散 她不由想起曾经第一次见面 谁能想到 那个脸色苍白的虚弱试验体 一年以后 成就这番传奇事迹 见她神色有异 韩潇拿出平板电脑 调出几张照片 递给海拉 照片上是六国无人机航 拍荷包后的萌芽总部废墟 一片黑色的焦土 炸成这样 基本死绝了 如果萌芽还有残党 也只剩一些外围的小鱼小虾 所以 不用担心萌芽卷土重来 除非他们活得腻歪了 韩潇顿了顿 道 你曾经是萌芽的成员 也在六国的通缉名单上 但你现在是我的人 六国不会再针对你们 海拉皱眉 我可没说要当你的手下 欧罗拉举起小手 我要当 海拉气苦 伸手揉乱欧罗拉的头发 欧罗拉这段时间 头发长出来了 金色短发遮住耳朵 几人随口聊了一会 浩天和风月到了 一般韩潇召唤他们 都有好事 暗暗期待 韩潇使用副本生成功能 想了想 截取按压鼓行动 形成副本水晶 这个等级适合玩家现在的水准 LV30副本水晶 按压鼓行动 介绍 按压鼓基地 萌芽组织位于南州的一处份基地 被新龙于海下捣毁 这将是你的考验 类型 时间回溯型副本 目前通过人数 0 最高副本完成度 无记录 记录保持者 5 副本水晶 四人面面相去 现在玩家的平均水平30级左右 开始接触副本 目前 海兰星已经找到11个固定的副本 即使可以通过反复做任务的手段 从某个人物处 获得同一个副本水晶 基本都来自于各个势力 都是五人小队的小副本 新的副本等于新的机会 四人完成后领取奖励 手里凭空出现一颗白色菱形水晶 只要捏碎 就能进入副本 狂刀立马道 这是个五人小队副本 我们再拉个人 看看能不能刷个手通 因为有寒霄作为纽带 四人经常在一起玩耍 现在都是熟人 浩天汉手 好 我把天空领域一团的黄天当力拉过来 众人没意义 四人来到广场 等了一会 黄天当力屁颠颠跑了过来 一脸喜庆 浩天大神是他的偶像 偶像带他玩耍 他贼开心 五人组成小队 先进本看看吧 狂刀捏碎水晶 喷出一股雾气笼罩五人 在人流密集的广场上消失 五人眼前一花 四周景象变成一片密林 正是黑夜 伸手难见五指 时间回溯形副本 还原曾经的经历 让玩家参与到事件 面板刷出提示 你们是按压古基地的士兵 海下与新龙部队即将入侵 你们的任务是 尽可能保护按压古基地 副本预备倒计时 十分钟 副本目标 存活至事件结束 奖励一万五千经验 可选任务一 击杀五名新龙或海下特工 奖励三万经验 可选任务二 保护基地真情报不泄露 奖励四万五千经验 可选任务三 攀框与季节最终存活 奖励七万经验 可选任务四 击退新龙海下联军 奖励十一万经验 副本失败条件 全灭 好高的奖励 黄天当力惊了 他作为工会骨干成员 见多识广 目前玩家接触到的三十级副本 一般只有两三个任务 奖励加起来也才七八万经验 这个副本 竟然有五个任务 奖励还这么高 转念一想 黄天当力脸色严肃起来 不过奖励越多 代表难度越高 另外四人互相对视 一脸疑惑 呃 是这样的吗 没感觉黑幽灵的任务哪里难了 我们不一样 肉包与重心长 不忍心纠正黄天当力 狂刀看了看提示 惊奇到 十分钟后才开始副本 但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行动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第一次遇到 有开始倒计时的副本 他们有些迷茫 实际上 难度较高的副本 才会出现倒计时 切入点在事件开始前一段时间 留给玩家做准备 这次也是这样 副本开始的时间点 正是在海峡特工 即将偷取情报的夜晚 玩家有机会阻止 如果改变了开始的情节 整个副本会从地域难度 降低到困难难度 但面板没有提示这一点 要玩家自己摸索出来 未来寒销开放 这个副本 避难所广大玩家 疯狂受苦几百次之后 才找到了正确的开局方式 此时五人自然不清楚 这十分钟的重要性 重规重矩开始副本 然而他们第一次开荒 这样的复合型副本 和那样刷刷刷的打怪副本 截然不同 代入感和游戏性更高 同样难度更高 五人痛病快乐着 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只能遵照基地分派的任务 不断巡逻 如此过了一天 第二天晚上例行巡逻 肉包忽然被爆掉了脑袋 你的队友 肉包打狗 已死亡 什么鬼 剩下四人大惊 急忙往四周看去 然而密林深邃 夜色黑暗 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 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 砰 这次轮到浩天被爆头了 三人草木皆兵 一脸紧张 小队频道里 想起浩天的声音 宁众道 面板提示我受到致死攻击 杀死我的是黑幽灵 三人大惊 原来这是有韩潇存在的副本 而且还在敌人阵营 众人士气大跌 韩潇的副本生成功能 是截取一段事件 自动生成任务 副本里的人物都是镜像 按照原本剧情行动 拥有当时实力 但与本人无关 连续三声枪响 三人都死翘翘了 眼前一花 回到了广场 他们在副本空间度过了一天 外界只过了十分钟 副本空间时间流速不同 副本按压鼓行动 失败 该副本冷却时间 三小时 五人纷纷苦笑 这也太难了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另一边 韩潇从监控中看到五人归来 确定副本水晶有效 思索起来 副本水晶只能通过任务发布 不能单独卖钱 对我的用处 在于聚拢更多玩家 提供给玩家更多的利益 这样就更加能指挥玩家做事 并且 玩家通过副本了解我的事迹 提升我的地位 这都是比较隐性的好处 然而副本水晶卖不了 无法产生直接好处 韩潇忽然顿住了 一拍脑袋 失笑道 哎呀 想差了 根本不用拿来卖啊 289新一轮商业链 下 没想到黑幽灵也有副本任务 以前怎么没出现呢 对了 萌芽主线最近才结束 也许正是通过副本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没参与的再次体验 而韩潇就是发布固定副本的人物 这样的话 倒是很不错 避难所的玩家 没有参与战争主线 总归有些遗憾 而现在韩潇发布 与这条已完成主线有关的副本 无疑是弥补缺憾的机会 玩家蜂拥而至 但韩潇这次没有免费派送 他设置了这样的任务 奖励是一个副本水晶 要求则是设置了叫做贡献度的东西 只要接了任务以后 在他这里买东西 学技能 买箱子 消费附带提高贡献度 就能完成任务 既然副本水晶不能售卖 无法产生直接利益 那就换一种灵活的方式吗 他可是能随意设置任务要求的 将副本水晶 当作附加奖品一类的东西 刺激更多玩家来这里消费 提升自己的销量 本来就想来 消费的玩家 一看 还能顺带完成副本任务 就更愿意消费了 想要副本任务的玩家来消费 发现他卖的东西物美又价廉 然后就入坑了 形成一个循环的链条 这玩意 就是促销手段 效果是显著的 韩潇第一次尝试 当日的销量便提升了30% 成果喜人 最直观的影响 就是韩潇身边 变得比地铁还拥挤 人头攒动 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拿到副本水晶 玩家呼朋唤友 组队刷本 基本流程是 兴高采烈进副本 一连猛逼死出来 通关目标是 活到最后 刚开荒的时候 所有人都死在了革命的道路上 两天过去了 终于有人苟过了副本 然而完成度惨不忍睹 一个可选任务也没完成 只有最低的基本完成度 四个可选任务 才是最大的奖励 在韩潇那里 花钱才拿到副本水晶 却只拿最低的副本奖励 这不是亏本吗 玩家不甘心 疯狂受苦 被虐的心态大崩 可选任务的难度 完全和通关目标是两个游戏 哇 这个副本能玩 黑幽灵拿了我的第八险 行嘞 玩家忍不住在论坛发帖吐槽 分享副本的情报和录像 集思广益 死了这么多次 我得出一个结论 听从基地的命令 不死算我输 到底要怎么样才完成可选任务 这真是三世纪副本吗 有高完整合情报 从五个任务分析副本的剧情 副本的大致走向是这样的 刚进入副本的第一晚 海下特工行动 基地假情报泄露 第二晚 黑幽灵开始行动 狙杀巡逻兵 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潜入基地 获得真情报 这晚是完成任务二的关键 然后基地警戒 发现黑幽灵的踪迹 发生追逐战 结果失败 紧接着 海下大部队到来 正面开战 这里有机会完成任务一 然后所有人困守基地 最后基地爆炸必死无疑 活到这里就算通关了 这里列出了表格与录像 表示在副本剧情的每一部 需要注意的事项 接下去画风一转 很显然 在这条走向中 没有任何机会 完成最后两个可选任务 我大胆猜测 这个副本其实有两条线 一条是明线 就是我们经历的剧情 另一条却是隐藏的暗线 关系到最后两个可选任务 至今为止 还没有人触发 要击退敌人大部队 我觉得要从情报入手 经过调查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 一开场有十分钟准备时间 这其实正好是海下 特工动手之前的时期 如果在这里 制止了他们夺取情报 也许能改变副本剧情的走向 但这是一场恶战 还没人成功 最后 提醒广大玩家 千万不要与黑幽灵 有任何接触 一遇到他 基本是必死剧情 玩家对副本 抱有极大的热情 论坛发布各种分析贴 韩潇本身不知道副本 确切情况 因为他 虽然选了片段 任务 却是自动生成 但他从论坛上 看到了玩家分享的录像 便知道 玩家经历了什么 玩家竟然是 按压古基地阵营 难道是因为 和我同意阵营这个副本 根本没难度吗 韩潇无奈 忽然灵光一闪 不过这样也好 高难度副本奖励多 玩家的热情 才能持续很久 我是当事人 没人比我更了解 这段剧情的关键节点 正好可以制造一些 有针对性的机械 卖给玩家 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玩家从副本 拿到越多好处 对他才更有帮助 他的初衷 可不是让副本 把所有玩家难倒 而且通过贩卖 针对性机械 帮助玩家 又能赚上一笔 这可是商机啊 韩潇是行动派 隔天就批量 制造出了 有针对性的机械 防护远程狙击的特质头盔 还有在密林中 快速行动的特殊辅助仪器 已经推出 饱受副本折磨的玩家 立马就看中了 直接脱销 有需求就有市场 这就是市场经济 韩潇对此事门而轻 抓住一切商机 又形成了一条新的商业链 韩潇也懒得去数 到底有多少个环节 赚到了好处 他只知道 又有一大堆小钱钱 飞进了他的钱包里 由于海澜币 不是宇宙间流通的货币 材料与珍惜资源 然而手上的钱不但没少 而且还在以稳定的趋势变多 韩大技师以前还是玩家的时候 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现在钱多得根本花不完 连法瑞安的仓库 都被他买空了 需要补货 有钱好烦恼 韩潇是真的愁 他可不想 把一堆海澜币 带去星际当厕纸 有了新的机械 玩家们通关副本 总算简单多了 他制造的新机械 成了玩家心目中 这个副本的标配装备 和副本丰厚的奖励相比 这点成本可以接受 玩家觉得很划算 五人小队至少一个人 有这些装备 基本等同于刚需 这些钱机少成多 韩潇额外赚了一大桶金 副本的难度 因此从网易进化成了腾讯 虽然腾讯经常被黑 但是和网易比起来 他还是很良心的 腾讯 没钱玩你 MB 网易 玩你 MB 两者的区别 大概就是这样 成为副本的发布者 长远利益非常可观 只要我在的地方 就不用担心 吸引不到玩家 这是一条1.0版本的主线 生成60级以下的副本 可以持很长一段时间 我暂时只生成按压骨的副本 等玩家等级慢慢上去 再发布新的副本 这样可以始终满足玩家的需求 进行可持续发展 韩潇盘算 而且随着更多副本发布 玩家亲自体验我的经历 对我巩固生化自身印象很有帮助 要让玩家知道 除了英俊以外 我还有数不胜数的优点 韩潇很重视玩家 毕竟他想要快速成长 就避免不了与玩家互动 而玩家又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 所以他不愿意站在玩家对立面 虽然自己领先玩家很多 但玩家一旦成长起来 扎堆出现 还是能造成一些麻烦 这个还是要承认的 韩大技师从不膨胀 按压骨行动 副本在避难所形成一股潮流 避难所的功能 本来就日趋丰富 而副本的出现 相当于量变引起质变 在玩家心目中 组成的地位基本成型 290元大头 数百个物资箱 整齐码放在库房中 堆积成一座小山 里面装着韩肖囤积的 无数零件和材料 这是位于第三避难所下的秘密基地 在建设避难所的时候 韩肖也悄悄扩大了基地 现在是他的隐秘据点 所有道路都设置了全线识别 装备了防卫机枪阵列 除了定点摄像头 监控所有入口 还有无数探测蜘蛛 在阴影中前行 十分森严 韩肖一共有三个仓库 一个是原材料 零件仓库 制造经验 卖给玩家 最后一个是重要仓库 放着自己使用的装备 星机甲藤蛇 便存在重要仓库 这些仓库里的东西 都是他前往星际的准备 最近的副本功能 又让他大赚了一笔 钱滚滚而来 他也不知道 在前往星际的时候 自己会累积多少家底 但大好的形势 并没有让韩肖太过兴奋 他看到了一些问题 自己赚的是玩家的钱 那玩家的钱从哪里来 自然是做任务 来自其他NPC 本质上 玩家扮演的 就是人为搬运工 把散落在各地的 NPC财富巨拢 再通过消费 送到韩肖手上 汇成一股金钱洪流 钱活动起来 形成传递的流水线 自己勉强是金钱流通的终点 钱财在他这里落袋为安 那么玩家要赚钱 就要为其他NPC工作 想要提高玩家的消费水平 就要从源头灌入活水 增加避难所的NPC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玩家不会一直留在主城 一定会去别的地方做任务 体验剧情 想要让玩家圈鸟归巢 除了正在完善的各种活动外 还要方便组成的交通 韩肖准备给避难所 铺设新的交通网络 建设铁路轨道 与定期航班 这是一笔很大的预算 暗网暂时拿不出来 本尼特正在开发新的避难所 手头没余钱 而这两个问题 都有同一个解决方案 找一个啃出钱 啃出人的冤大头 电话响起 接通后传出黄玉的声音 奥福梅拉家族的拜访部队 到了避难所门口 要让他们进来吗 把玩着弹壳 韩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进 当然得进 避难所门口停着一支车队 肖金带着人亲自上门拜访 这次来访的队伍 主要是肖派的成员 以肖金为首 还有一干子植被 除了肖派 本家派和赤羽派也有使者跟随 主要是表示态度 一行人被晾在门口半天 肖金没有丝毫不耐 他深知 自己现在是弱势方 是来求人的 等了很久才放行 他一路左右观察避难所设施 频频点头 跟着黄玉来到会客大厅 抬眼便瞧见坐在主位的韩肖 正用玩味的眼神 打量他们一行人 没了面具 这张脸在肖派诸人眼里 是失踪已久的肖寒 然而他们看不透此时的韩肖 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眼神就像看着一群陌生人 肖金也不敢贸然开口喊儿子 清了清嗓子 沉声道 黑幽灵 韩肖扫了众人一眼 面无表情 也不回答 山大王似的 靠着椅子翘着腿 随手盘着黄灯灯的子弹 就这么直勾勾看着众人 肖金领会了意思 看向肖海和身后一群子植辈 偏头示意 这群肖派后辈 发出一阵骚动 一脸犹豫 磨蹭了几秒 才不情不愿问好 甘店 哦 你们来了呀 韩肖动若观火 淡淡开口 肖金在来之前 必然早就预料了这段尴尬的辈分关系 这群肖派后辈 肯定有心理准备 这副犹豫的表情 专门做出来给他看 委婉提醒这个称呼不合适了 是时候相认了 想让他变回肖金儿子这一角色 落实双方的关系 然而对他没用 他可不是真的肖海 韩肖无动于衷 道 你们拜访 我想做什么 见状 肖金咳嗽一声 道 以前的事我可以解释 你兄长想亲自对你道歉 肖海深吸一口气 摆出一副满怀歉意的神色 心理迅速过了一遍复稿 他在路上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道歉的姿势 一定要痛哭流涕 一定要卑躬屈膝 表现出对兄弟戏强的悔恨 就有很大机会 获得含肖的原谅 只要恢复关系 奥夫梅拉就稳稳抱上了这条大腿 肖海哪怕心里不愿意 也能硬着头皮 演好这场痛改前非的戏 踏前一步 肖海正欲开口 碰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寻声望去 一个冒烟的弹坑 正好出现在肖海的脚下 如果刚才上前一步 刚好会被打中脚面 肖海这一步没能走出去 僵在了原地 空弹壳掉落在地 韩肖幽蓝色泄力缠绕手指 指甲冒着一缕黑烟 弹指起到撞针的作用 引爆敌火 徒手打出一颗子弹 这逼格杠杠的 他自己都觉得帅 威力有限 但吓唬人够用了 我不需要道歉 说正事 韩肖淡淡道 肖金脸色微变 暗道不妙 这就是到此为止的意思 不谈感情只谈交易 这一下打乱了他的小算盘 没有办法 只能让肖海退回来 肖海牙关紧咬 他都准备好道歉 然而连念稿子的机会都不给他 韩肖甚至看也没看他一眼 一股浓浓的憋屈涌上心头 肖金定了定神 沉声道 萌芽已灭 往后六国独大 由于气候恶化 很多游荡者会选择离开聚居地 加入六国 等六国休养完 军阀势力 哪怕我们曾是六国的合作者 除非 你们找到一个保得住你们的下家 韩肖妈撒着下巴 肖金点头 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想要未雨绸缪 靠向韩肖和暗望 韩肖话锋一转 欠债还钱 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 心里没点数吗 肖金神色无奈 他原本想谈感情 然而韩肖只谈利益 就和上次伴坐黑幽灵 接触的时候一样 你想要什么 钱 人手 还要把人迁移到避难所附近 变成未成 远在天边 可不好追债 奥福梅拉众人脸色微变 这个要求 是要他们舍弃以前的基业 主人纷纷看向肖金 等他拿主意 肖金沉默了一下 断然妥协 好 他着眼于未来 战争带来了混乱 也带来了秩序 游荡者会越来越少 六国一旦腾出手 军阀聚居地的模式 会被强硬打破 与其等到狡兔死走狗烹 不如早日寻求后路 改变家族的经营模式 暗网的避难所也算作聚居地 但和他们这些军阀性质不同 六国容许避难所的存在 肖金思索之后 认为这不失为一个机会 有舍才有得 于是答应了下来 遣退其他人 只剩下韩肖和肖金 两人谈论具体的交易细节 肖金低眉顺眼 不断妥协 最后的结果是 奥福梅拉出资修建交通线路 并且慢慢将各个据点的人手 迁移到避难所 包括他们治下的难民和游荡者 可以丰富避难所的人口 奥福梅拉是韩肖找的冤大头 韩肖完全没有继承 原生关系的想法 但这可以用来利用奥福梅拉 反正这群人也不是好东西 听说你们南州分部 还在找旅程的麻烦 她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怎么做了 肖金叹气 除了奥福梅拉 韩肖还准备把旅程拉过来 不会让奥福梅拉一家独大 避难所的竞争对手 本就有军阀势力 暗网会支持她的行动 说起来 旅老头那里 还有图纸没有拿到手 哎 RNG凉了